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Janice 欢迎收看Homesick想家的直播啦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Mudiarra Bestari 你知道在哪里吗? 它是靠近Mudiarra Mas,地雅园, 各地还有Mudiarra Renew的 很多每天来回新加坡的 顾客都会找这一带的屋子啦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间呢,它是一个双层田之屋 然后它是面东北的方向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大小呢,是34x70 我们今天进去看一看里面的格局吧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呢 因为它是田之屋,所以它旁边 是有一个10厂地的啦 然后这一边的话是差不多24厂咯 停凉两厂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这间呢,屋主是全装修也全扩建 可以看到上面的奥里也是做好美美的了 我们去看一下旁边的地 可以看到这整个车房跟旁边的地 屋主也上完地砖了咯 然后后面那个厨房有AXEN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屋子的前面 这边 这一边进去 然后这个屋子呢,它的大门跟普通的 会比起来大一点啦 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宽的 然后它这边呢,会有一个玄关部分 你可以在这里放升台咯 这些的屋主也是做好了的 然后它的玄关呢,也是很宽 转来这边进去的就是我们客厅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客厅呢,也是我很喜欢的 它采光很好 它前面旁边这边有一个落地窗 然后这个,这一个地方也会有一个大的落地窗啊 所以你整个客厅看起来是很宽敞 采光好,空气也流通的 然后可以看到屋主已经在这里做了一个电视柜啦 然后我们的楼梯下方这边呢 会有一个小的座房 给你储存一些杂物咯 然后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饭厅的area啦 可以看到这个空间也是很大 放一个五到六个人到七个人都没有问题啦 然后这一间房呢,它是四家一个房跟四个厕所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楼下的熟成的客房 或者是长辈房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空间也是算蛮够用的啦 这里放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双人床咯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位置可以放你的衣柜 然后这边呢是有楼下的一个厕所的 然后这个厕所的门哦 是跟后面的厨房是相同的 等下我带你过去看 来 所以这边饭厅过来了 因为我们讲四家一个房嘛 这个就是所谓的嘉义房哦 可以看到这个嘉义房也是蛮大的 它还是放得下一个床 然后衣柜还是有一点位置啦 进出 所以你可以睡多 可能有客人来啊 可以睡多一个 或者是你有用人 也可以把这里用作用人房啦 然后到后面这边呢 算是一个干厨房的area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可能比较小时的啊 然后kitchen cabinet也放在这边都做好了的 然后后面这边呢 就比较特别是屋主extend出来的啦 可以看到厨房的旁边就是刚刚我讲 跟那个长病房联通的厕所的门哦 然后出来这里呢可以看到 哇不足把整个extend到底了 所以这个四厨房的area也是算很大的 而且这个四厨房呢 它是有做一个这样子的隔门出来 所以它不算是一个open的area 它也算是一个closed concept 可是它又不会到很gok啦 然后它的如果有油烟的话也比较好通风 然后你在这里如果有聚会啊 还是有办party啊 它也是很够用的啊 是可以在这里大煮的 ok 再来我们就去看楼上的格局吧 然后这个屋子呢 Mudera Bessari 它是free haul的 因为很多人在这边找 多数是lease haul的嘛 那这个的话它是free haul 然后它的屋龄呢也算很短而已 差不多五到六年 然后我们上去看看上面的吧 现在呢这一间的售价是118万 所以其实很值得啦 因为屋主他几乎已经把该座的装修都做好了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楼上 这一间的格局呢 它是有一个中厅 就是我们讲的family area 然后这个中厅是很大的 可以看到它的空间很大 然后屋主在这里做了 像是一个第二个客厅啦 小客厅这样 那如果你不喜欢 你可以在这里做健身啊 或者是做一个小小书房 放书柜 然后比较特别的话 就是这个中厅的balcony 可以看到原装呢 是这样子而已的 所以这里呢 屋主也做了装修 然后做了整个balcony出来 地砖也做了 所以是很值得的啦 这一间 然后再来我们看 因为它是4加1个房 跟4个厕 我们楼下 楼下刚刚已经介绍了 1加1个房 跟1个厕所 所以楼上会有3个房 跟2个厕所 我们来看第一个房 哇 这个第一个房哦 比起来很多房间 是大很多的 你很少看到就是一房 第一个房间 可以放下一张双人床 再放下一个单人床 还有位置放我们的衣橱 所以其实它是算很大的啦 很够用的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放这样多长 你放一个双人床 这边可以放一个衣柜 那边可能还可以放一个书座啊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房间 这一部分咧 它的sealing height 也是有加高的 所以会比较通风 没有那么够啦 然后再来我们看第二间房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间房啦 第二间房 它的大小也是standard 可以放一个双人床 都还够用 然后它的lay outlet 是比较正方型 所以比较好设计啦 你可以看你的床要放哪里 一桌要放哪里 最后的最后 我们来看我们的主人房 大家都很好奇 主人房长什么样子吧 而且主人房的阳台 也是有加宽的哦 进来看一看 哇 这主人房也是很大很大 刚刚的房间是一张床 大的king side双人床 再加一个单人床嘛 这个主人房 你看它已经放得下 两个大的双人床哦 然后旁边还有位置 可以给你放梳妆台 这一边还有位置 给你放衣橱 所以它的空间是很大的 然后看起来也不会窄 还是有位可以通行 然后这个是主人房 连着的厕所 然后也是很大 它已经做好了 一片silver screen了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主人房的 balcony 哇 这个 balcony 比起原装的 也是看起来特别的大 你可以看到原装的 它可能会再短一点点 所以 呃 屋主这一间呢 它的主人房的 balcony 也是做了extend 然后看下去 可以看到它的owning 也做了大片出去了 所以这一间 如果你要找这一带的屋子 它其实是很划算的啦 因为基本上 该做的装修都做了 扩建也做了 你只要拿着你的行李 或者买一些你的家私 就可以搬进来住了咯 那如果你在找这一带的屋子的话 或者对这间屋子有兴趣的话 记得联络我预约康房咯 再来如果你是屋主 有屋子要买卖 或者要出租 也可以联络我 最后的最后 如果你还没有赞我们的facebook page 跟youtube的话 记得要去赞跟subscribe咯 我们下次见 我是jenice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